总行位于Arcadia市的美副银行欢庆五周年举办的绘画比赛圆满结束 总裁林日斌于上周六颁发奖状及奖金给各组优胜者 并鼓励孩子们养成储蓄的好习惯 总裁林日斌表示 美副银行多年来积极致力于社区活动 希望能带给社区更丰富的色彩 此次绘画比赛不仅鼓励孩子在学习上的成长 更能延视中国人处世的传统美德 这次绘画比赛我们收到一百多幅的作品 有很多的佳作 因为名额限制我们只选了九位有优胜者 我们银行已经成立五年 所以现在跟社区的互动有蛮多的 比方说Arcadia High School的一些活动 以前他们的一些每年的广告我们都是参加的 美副银行已经成立五周年 在这五年来我们不断的努力 再加上社区的支持 我们得到政府评价是五颗星的银行 这是我们的荣耀 这一次的绘画比赛是我们的第二届 主题是我的甜蜜家庭 我们认为让小朋友们经过描绘 让他对家庭跟父母的感觉 在图画里面表现出来 这个很有意义的 参赛组别共分三组 第一组幼稚园一二年级 蜡笔或彩色笔画 第二组三到五年级 第三组六到八年级 各组选出了冠亚季军各一名 奖金分别为冠军三百美元 亚军二百美元 季军一百美元 国际卫视记者刘其慧 猴吉人洛杉矶报道